Hello,我是彭飞,今天跟大家分享,今晚是箭言第20章7到17节,这里讲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18节,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洁净了我的罪呢?两样的砝码,两样的神斗,都为耶和华所成恶。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不要贪碎,免治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极致白去,他便自夸,有金子和许多珍珠或一红宝石,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 谁为生人作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宝,谁就要承当,以虚晃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成杀。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几节经文,那让我最比较有感的,就是人虚晃而得来,俗人觉甘甜,后来他的口必充满成杀。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吃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不是以正当的方式而得来的,我们就,他是这样举例,我们不是有正当方式而得来的,不管是你的,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不管是什么,就是货物的交易, 那虽然你得到,但是呢,你还是,好像是没有得到一样,这是一种就是不愉快的感觉,不只是不愉快的感觉, 也就是不但是不愉快的感觉,且先还会被原来的甘甜所迷魂住,迷魂住以后呢,后来呢,你充满成杀这种滋味,这是不好过的。 比如说,好像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吃什么东西,然后里面有一颗小石头,尤其你吃什么,零食的时候,他们工厂做的时候,不小心有一块小石头跑进去。 所以你吃着小石头,你一咬,你可能会,咬到好像是,因为在小石头很硬,你有时候牙齿不好的话,咬到像电极一样,那一个疼痛,甚至,不只可能会贯穿你的嘴,整个神经,甚至呢,你会发现呢,你的牙齿可能会被咬碎,所以呢,所人们用这个虚妄而得的时候,要比喻什么呢? 就是,人如果呢,是,就是犯了罪,然后想别人会不会知道,而且不会受罚,那事实上就是一个幻想,我想这是所人们亡算要表达的,他觉得这种得到的甘甜呢,只是一种暂时的想乐,最终呢,却会得到的满嘴的沉沙呢,就是,呃,这些,呃,不好的,不予 得到的事实上一个 feas,不是出来ű快的,所以以,呃,呃,耭壁的手法而,或者令人直立方式来作生意,或,举例来说,呃,有时候你可能会得到,呃,短暂的,呃立即的一个好处,但是呢? 那后来呢 如果比如说东窗事发 什么发生呢 你除了悔恨之外 事上一无所有 所以这很明显的 在所谓门 他就知道这个 所以他就说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在第20章第7节 他第一个就先讲 假如我们是过得诚实 而非虚枉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就不会落得满嘴的 充满沉杀的结局 所以呢 那些欺谎者 说谎者 就是不诚实的生意人 或者是 不管什么事情 做事情欺骗的话 最大牺牲事实上呢 并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这里有个小事 就是 让那世人所追逐的熟念 如今对我们不再有吸引力 曾经我也羡慕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但上帝的慈爱释放我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全能读今是以色拉记第8到第10章 谢谢 HAPPY BLESS DAY 上帝祝福 拜拜